歡迎來到酷炫老師 寵愛女友系列 沒錯 這一週我要做早餐給女友吃 至少五天啦 因為我怕七天我撐不到 現在我仍在板橋的福萊早餐 這個地方是新埔捷運站一號出口 走出來三分鐘就到 它是全台唯一的板烤吐司結合台式 辣蘿蔔糕加米腸 是我今天要先挑戰的 怎麼開頭講那麼順 我跟他們要點錢 好像不太行 但有點捨不得 畢竟他們老闆娘聽說很漂亮 後來上網查了一下資料發現 蛤 超派已經來拍過了 撞我踢拆超派 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進去一下 走 帶你去一看就進 欸 欸 sorry 沒事 美女老闆娘妳好 妳好 想問一下有沒有男朋友啊 我結婚了 妳結婚了 喜歡影片按讚訂閱分享 哇 突然看到美女老闆娘有點害羞 因為在我心中 我是欣賞女強人的 真的嗎 因為我覺得男女交往 女生只要一安定下來不強 男生絕對出口 所以要變強一點寶媽 我這個系列是要做午天給我臉料吃 因為我其實是攀飲料理白吃 我從紅燒獅子頭什麼都不會做 要麻煩妳這邊 好 等一下教妳 只教一下 我想要吃一下妳們的早餐 我就跟同事一起 OK OK 好 等待一下 今天來這間店有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看到超派有介紹 我就要親自來看看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 基本上我是庶民嘴啦 我什麼都好吃啦 欸這一個是 妳是建議的招牌 等一下會教妳怎麼做 因為現在的人 做起時間都剛好吹到中下午 所以他們剛好來吃這個 也不會覺得太重 我平常起床都下午一點 我吃了一下 很好吃 這已經放一下 都還是這麼好吃喔 吃起來很彈 它會給我牙齒一個反饋 因為它是手工的 這個真的很好吃欸 而且重點是我發現有個細節 它有那個小黃瓜 它是可以解膩的東西 對對對 這一道咧 這一道就是我們 香菜家爆的舅媽涼拌菜 這道就是 我喜歡健身的人 女生都很喜歡 比較拼一個DGI的食物 然後你可以看到 我們有用那個辣椒絲點綴 有沒有遇到什麼挫折 因為畢竟妳這麼年輕 就開始創業 我覺得我們遇到最大的瓶頸 應該就算是人吧 因為現在年輕人很有想法 用愛的效應 然後聽他們的想法 畢竟品牌的命運 是妳在決定方向 但是現在做早餐 是不是不太好找人 超難搜的啊 現在每個年輕人都要當網紅 想當你啦 其實大家不知道那個 Kelly也是一個小網紅 也是有八萬多粉 我頻道現在各位 女生粉絲 已經有30%了喔 你講很大對不對 我以前才10幾% 哇 我就是因為交女朋友以後 有差有差 比較多女生願意看我 因為他們店內環境 店內環境編為是很舒服的 跟傳統早餐店完全不一樣 你坐進來會女兒來到星巴特 或是想酒呆的咖啡店 很對比耶 外面是菜市場 對 所以大家會叫做 新加坡大爺出席 女性朋友 不管是約姐妹 或者是約男朋友 他們都會自己幫自己點一份這個 這個就是 蘋果郭友友的感覺 叫鍋好的東西 老闆開了五間店嘛 對 怎麼沒有想要開給別人加盟 有啦 有想要加盟啊 歡迎大家來加盟 對 我們現在準備好了 可以來詢問 對對對 而且我們有吃到以前 裡面有一個東西很紅 煉如其事炸饅頭 那個也是女生超愛的印象 喔 這看起來很厲害耶 對 煉如其事炸饅頭 網美的最愛 如果你要豐富你自己的IG版面 就是要來拍這個 很會耶 我放一個饅頭 它的層次會那麼豐富 對啊 可是還有一個什麼嫩稀 好啦 我們現在要來做 這一間店的招牌 對 熱炒蘆果高大米炒 那你可以看到它現在這個表面 已經炸得金黃酥脆了 請你幫我對切六塊 那我們就來進 煎台 沒問題 小心喔 不要掉下來喔 四個米血腸 我扣 快速翻炒 對 主味 它就是一個深夜熱炒的手法 這個現在可以接 可以 可以起鍋了 可以起鍋了 對 完成了 看起來很好吃耶 好有成就感喔 有沒有 SOP多清楚 對不對 我都想加盟了 歡迎加盟 真不錯 那我們來進行下一道 那我們第二道要選的是美式嫩雞 簡單啦 喔 先具體一下 哇 你做得很好耶 確定嗎 對啊 只要做吃的就是不能怕燙 等一下拿起來可能會有點燙 好 那當初為什麼這麼多行業會想要開早餐店呢 因為早餐是大家最不能忽略的一餐 沒錯 但是有一個地方我不滿意 我剛剛喝完奶茶 沒有想要烙菜的感覺 不符合我心目中早餐店該有的樣子 醬會比較厚一點 但其實我們通常就是薄薄的塗一層 不會那麼厚啊 因為是你的比較奢華 然後拿一片起司 然後再配上這個雞 這樣子很滿喔 對啊 真的要那麼多 然後就把它擺盤在盤子上面 這就是 酷炫做的美式嫩雞 好棒喔 來 秀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有了我一定會愛的啦 我這個是直接找專業的來教 沒在開玩笑 那我們餐點就是其實有測試過 其實放的人都還是很好吃 那我就把這兩份早餐帶回去 給我裡面要吃 好好學 沒問題 好好做 但我還是想問一下 因為我還要做其他天嘛 你覺得做早餐好吃的訣竅還有哪一些 用心 細心 保持乾淨 你真的有在路上嗎 居然回家日上怎麼了 太久了吧 我都昏倒了耶 為什麼我昏倒啊 可是我很餓啊 我一直想說你要做早餐 然後就一直等你的早餐 等到都晚餐了 好美 快點啦 我都額子都扁掉了 妳有扁掉嗎 有啦 我今古瘦如柴了 太可愛了 好啦 拜拜 拜拜 早餐 你去剪頭髮喔 沒有啊 怎麼了 你腳變得不一樣 沒有 我去準備了妳的早餐喔 我那邊 早餐回來了 來 這是我今天特別的去做的 我平常愛吃的喔 去學 那妳知道我喜歡什麼嗎 糯米蘿蔔糕糕 還有 還有它這個是嫩雞沙拉三滷糕 對我喜歡吃嫩雞 來那妳吃一下 超愛吃雞肉 妳沒發現我每次都點雞塊 然後什麼雞雞的飯 雞肉飯 對它都juicy 哇 而且它這個感覺是那種 蜂蜜芥末 請吃一下今天第一口 我親手組裝 怎麼樣啊 很好吃耶 真的嗎 我來吃看看 會有細心 很不錯耶 這是老闆教你做的 對 但是我覺得 很厲害耶 肉是他們本來就已經好了 放了一段時間比我想到還好吃耶 對啊 我來講會不會是因為我蜂蜜芥末塗得比較滿 因為我有親自組裝我就會覺得 蜂蜜芥末是領導的味道 所以那個味道很重要 然後再來它的雞肉咬起來非常有口感 再來它的歐姆蛋 更增添了它的濃郁 讓味道可以延伸 難怪這一道他們說是賣最高的 而且他們有起司 很香 來 馬上試一下我們的第二道 可以吃兩個 而且它很貼心啊 它知道女生就是要切半 很喜歡一起享用 所以它就變兩個小的 好 蘿蔔糕加米腸 對 而且它這個 辣味 如果是熱的剛出來會最好吃 真的很強吧 幫你拿時間囉 還有鹹酥雞的味道耶 為什麼 所以它說它是台灣唯一一間中式的 喔 它用蘿蔔糕煮吃鹹酥雞很強耶 它旁邊有小黃瓜可以解膩 而且它旁邊有這麼多 小玉米粽 我超愛玉米粽 而且這個其實不難做喔 主要是它的醬料 它就調好跟你喔 對 它也調好 然後我就直接下去 過關嗎 嗯 這兩道我很不錯耶 我不來早餐這間真心推薦 那它剛才已經傳授我 提借做早餐的秘訣了 明天再繼續做給你吃 確定明天還會做 有盡量 所以我會等四個小時嗎 這樣快一點 首先等了四個小時 欸 超久的 各位 它說要做早餐給我吃 太好很期待 然後早上沒有排事情 就做了四個小時 就要下午才學我 各位 恭喜你看到的最後 因為這早餐店老闆娘 很可愛 我開個玩笑說 可不可以把笑話印在他們的 飲料杯上 她說可以 所以我特別寫了 三個笑話給她 那 歡迎各位 去板橋這個早餐店 收集我的笑話杯 並且拍照 打卡 我會幫你轉發 讓各位 知道天母無聊怪的實力 好嗎 然後我還有有一集是 每一天都做早餐給柔柔吃 大家可以來期待一下 那一集影片的好